他很熟悉,但就在籃底下,不知道能不能卡住斑把的一個身材 另外一邊的三分,在籃底下,藍燒服 太過大的動作了,不過看起來咱們還是認為它是一個比較違規這樣的一個情形 在籃底下又是補籃了,藍燒服 還是鴨蛋,掛三七分吧 前衛 前衛 成范博諧 這個球其實並沒有把握住 胡鼎的三分外先出手,沒有,但籃底下藍燒服 他把這個籃板給搶掉,這個球旗謝亞軒給得相當好,但成范博諧有點放槍 整體卡位 林輝自己再拿回來,給到胡鼎外 盧冠璇先進來開章 現在8比3 籃球挑戰賽的MVP 呂正如 中華隊的頭號射手 沒要把打 然後這個中華隊的常客 周博成 沒要把打 那也入選郭昭南 再給到中間 沒有第一時間中距離出手 再轉 藍少福勾一下 再給到籃底下 最後傳出來 進攻時間現在7秒鐘 回到另外一邊 韓潔瑜的3分出手 沒有命中 藍少福拿到進攻籃板 再進去裡面轉卡開空間 這個球投進 出手也沒辦法投進 換到另外一邊 3分的一個出手沒有 轉彎成快攻 三分 三分 要從虎頂 要給中間轉身 博冠良 三分的外線 這個從中間的一個暫停回來之後 反倒是玉龍把這個進攻籃板給要了回來 另外教練就提醒 你就說 投不進要立刻快速回防啊 直接來看三分 博冠洪這個球沒進 解號現在上場 玉龍隊第一節這第九個球會上場 呂稷兒三分的出手 某種程度一個他啦 另外還有像呂稷兒也可以算是 跟邱大宗總教練再續前緣 那時的中號白隊呢 目前的團隊三分球現在並不理想 九頭緊中一而已 高拋 都已經站在一個非常有力的位置了 但是沒有把握住 再交球給他頒發直接殺進來了 他之後再一個roll in 就是直接再衝到籃底下 機會更好 而且因為剛剛抄頒發的球沒抄到 所以中號白隊是一個四手舞 應該說比較平均上場的這個時間 周運豪 要交到中間 張正牙拉出來到外線要來看三分 這一球領中 是一個好的消息 就是有其他人可以命中三分 帶帶給到檢號 後側步的出手 這球也一樣過招難非常的勤快 所以抓到監控籃板 相來講今天在外線的把握度 是比較低的一些 林一輝 接到直接看三分 柳冠良 再回給外線的林一輝三分的出手 再來一次 第二次是成功 柳冠良 單人自己殺進去 再給小球到進去 哇 幾球放槍 而進攻籃板 拿到造成對手返回M1 檢號 晃一下之後選擇切入 之後交給班霸 M1 也讓班霸加上罰球線 可以完成 陳偉想要用 變打的一個加斯維 對手迫 底線 直接對抗班霸 這個球放進去 直接要來砍三分 陳范博艷這個球沒進 看 南少福把這個球給 球救回來 給到另外一邊的 朱仁豪三分的出手 命中 敗翔 再回到盧冠軒 選擇直接起了三分 零中 底線班霸再傳出來 盧冠軒再給到 減號三分的出手 這個球坦框 但進過籃板 孟展鴻搶到 再給到盧冠軒 四十五角 並中 到十分 全場拿下十四分 那這個功勞也要記載 翁家鴻 在籃底下 抓到進攻籃板 明顯 這個打法就比較多元 沒有像第二節 基本上就是 只有頭三分 這個 比較多比例的 這樣的一個進攻模式 第三節 打法就比較多元 直接卡進去 就是 基本上就是 要多加練習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你付出多少的苦練 這一次的傳球 給得漂亮 在前面 哇 這個動作 稍微有點多餘 對 減號 拿到之後 這個也不能算是全分 因為班霸本來 就被視為分體 沒錯 十二分的一個差距 在晃州給到林輝的三分出手 這球被撥掉 成功了一個抄截 前面快攻了一個機會 哇 哇 其他人閃開 加璇選擇砍三分 魯萬宣 真的要放他頭嗎 哇 但是避開他的 防守 拉回到外線的三分 定中 未殺頭 你砍三分 第一時間沒有傳 把進攻節奏 稍微緩一下 對 相當地有經驗的球隊 沒有快 結果放慢節奏 好 林輝 放過第一步之後 自己的上籃得分 維家豪 傳到底線 三分 馬建豪出手 馬建豪上半場比賽 上到時間也並不多 現在來看看第四節 來到場上之後 有沒有好一點的表現 林輝 又是荒過了前面對位 要中間 哇 是已經完全放過去了 非常的出色 能有外線 能有切入禁區 甚至連傳球 現在也都有貢獻 身高啦 體重當然是比較輕 但是也因為是這樣的一個身形 身形 最近還稍微比斑巴 再少一些些 板球可以扣下來 對 然後那個抓籃板的動作 很像抓羊 所以剛剛有點羊換上來 讓他動一動 這個 他是來自於文化大學的 身材其實也蠻不錯的 但一直也沒有什麼 上場的機會 機會上場 那張偉翔 是一個 手軸出去了 這一個 底線戰術 競算 M1 競算 張偉翔上來之後呢 鄭紫陽有沒有 超擺隊 在今天出現了10次的失誤 曾有力 真實身高可能還是要問一下 對 曾有力 真實身高可能還是要問一下 李基兒 有耶 起來 現在把他的highlight撿起來 解決頭 三分 四翔跟張偉翔都上來 而且都有得分 那在 這個籃板 接獲到之後呢 這一場的比賽要把時間給走完 最後育龍隊友是以85比55 整整30分的一個差距 來擊敗了中華白隊